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次承议中我们特别感觉到 大多数国家在发言中对中国的肯定 尤其在人权事业发展这些年来的进步 我看到它其中特别提到了一些方面 比如说我们连续制定了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而且做了很好的务实和执行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人权保障的法律 另外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有很大的提高 我们在浅贫方面做出的突出的成就 以及我们在支援发展中国家这方面 我们组组的贡献 因为这些都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援肯定 但大家也提出了一些继续改正的建议 因为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对于少数国家的这种移灭不出致死 我们该部或都不会 当然也不用可别在意 因为他们毕竟在天国是少数 我觉得这一次审议总体来讲是比较成功的 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个人权状 会做出一个正确公语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有极少数的长期来建设反华立场的国家 它继续坚持着偏见和不出的实施的这个立场 那么对于这个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权有很多人专家 再来将会做去继续的更多的工作 让这些情况做出进一段说明 还得表达成功 在这次审议中 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全面而客观的介绍了 上一次审议以来 中国人权事业区别的进步和成就 以及遇到的挑战 绝大部分国家对中国人权成就表示肯定和赞赏 也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分享经验 支持联合国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审议 实际上是中国展示人权成就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表达了支持 公道自在人心 虽然有一些杂音有一些噪音 但是正能量还是满满的 我参加这次会议其实感到很振奋 其实觉得我们中国取得的成就 是举世瞩目的 也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的 说明中国的道路 中国的模式是成功的 我们应该继续往前走 我们应该继续往前走